接下来我们要跟进的是地震的消息 土耳其灾害还有应急管理局 在16号表示 大地震已经造成全国三万六千多人死亡 而首次地震发生以来 镇区已经发生了四千三百多次的遇震 而在震后二百五十七小时之后 卡赫拉曼马拉什再有一名女子奇迹生还 另外一方面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6号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拔兹 土耳其地震的救援工作已经持续了11天 在重灾区之一的卡赫拉曼马拉什 再发现一名名叫基利西的女子 在倒塌建筑废墟中 被掩埋了二百五十七小时后 被成功救出 而17岁少女鄂尔梅兹 被埋地下二百四十八个小时 也奇迹生还 被送上救护车 完成艰难任务的救援人员 激动拥抱庆祝 也获得居民鼓掌称赞 厄尔梅兹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所初步治疗 令她的阿姨感到安慰 而柯医生表示 厄尔梅兹的大脑和所有器官都运作良好 没有严重骨折 但院方把她送往首都安卡拉的医院 让她在更好的环境下接受治疗 因为她受到创伤的影响 需要远离灾区的环境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6号在首都安卡拉 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双方举行了闭门会谈 访问土耳其期间 夏巴兹还将访问地震灾区 并视察在灾区工作的八方搜救队 另外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6号与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会面 两人乘坐军机 视察伊斯肯德伦在地震后的损毁程度 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北约会在哈塔伊省设立临时设施 收入灾民 并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 向土耳其运送数千顶帐篷 土耳其驻耶路撒冷领事 德米雷尔16号到西岸城市 西伯伦一家纺织厂 视察工人生产税贷的流程 巴勒斯坦将会向土耳其地震灾民 捐赠2万多个税贷 首批2000个会率先赴运 德米雷尔表示 感谢八方为土耳其的迫切需要 做出贡献 土耳其司法部长莫兹达16号表示 司法机关已起诉245人 其中54人已被捕 7人被通缉 他们被指控 对地震中倒塌的劣质建筑负有责任 为提高工作效率 土耳其司法部已委派478名检察官 参与调查工作 土耳其当局的损失评估报告显示 在南部受地震影响严重的11个省份 共有超过21万栋建筑严重受损 5万多栋建筑需要紧急拆除 灾区需要重建超过40万栋住宅 和工业建筑 富凰卫视综合报道